甲板日誌 帶你認識同志的大小是 滴滴來玩 安迪 還沒到 again 對 我們今天就是反正我想說 時間也是就是一分一分在過 所以我想說我自己是可以先 跟我的教練好好聊天的 今天有請我們的來賓查理 嗨 大家好 我覺得上一次Live Podcast最可惜的地方 就是我沒有先讓大家認識你 因為我原本想要的方向是 我們在Live Podcast的時候首次介紹你 然後你就可以分享第一手的健身資訊與爆點 可是那時候我們的時間就是拖得比較delay 那等於說資訊也沒有講得很清楚 很足夠 很完整 以至於其實我覺得我們的健身這段過程 明明就有很多drama 但卻沒有好好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今天就邀請你來 我們再聊一次我們健身這件事 我最先好奇的是 你聽到安迪說我要去找健身教練 然後找你的時候 你第一時間的反應跟想法 跟心得跟印象是什麼 其實有點緊張 為什麼 就覺得說欸 為什麼選我 因為第一個我跟你也不認識 然後那時候 其實你剛來的時候 在樓上跟我打招呼 跟要走的時候兩個情緒完全不一樣 就是因為看了 Embody Embody的那個數據改變 而且我覺得那個情緒變化大到我 就算你已經透過節目認識我了 但你可能當下還是會把人衝擊 想說這個情緒會不會太過於轉折 我真的很想要聽你實際看到 我那個情緒大轉折 到底那時候腦中在想什麼 因為我的臉上表情是藏不住的 前景提要一下就是 那時候是我當兵剛回來 然後我的體重體質 我原本以為還在一個不錯的狀態 因為就是距離上一次量的時候 是84公斤 然後就覺得說 欸好像應該可以 就在這個情況下 繼續往下做 然後繼續就是努力下去 會不會可能我健身之路 就繼續有成果 我是抱著這個心情走進去 Rawgene的 走進去你們店裡面 所以我前面還在那邊 哈拉聊得很開心什麼的 當看到Embody之後 那個當下你真的是 內心是很煎熬跟崩潰 你就心裡想說 欸原來我 那正值花的錢 花的時間 跟花的所有的就是心血 全部都沒了 回到90公斤 回到體脂肪有30幾% 我內心真的是蠻焦慮的 重點是情緒轉折後 你們後面有一直試著 要跟我們做聯繫跟接洽 可是我卻沒有回你們訊息 這件事情也是蠻值得聊一下的 你剛才來的時候非常活潑 嗨 會很快樂 還在那邊說什麼 當你離開那個門的時候 我就看著你不行了 這個人等一下 一定會有事情 哈哈 我就在安迪的線路上看到你在大哭 也沒有大哭 我覺得你在跟我聊天的時候 就是快要走之前 我們在討論那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就快要哭了 對但我 一直在忍耐 我不想要在健身房裡面哭 你知道嗎 我就趕快把你送走 因為樓下真的太多人 對因為你知道 在健身房哭真的是個蠻丟臉的事情 安迪你怎麼看 終於來了 你在長村路上哭也沒有比較不丟臉 便宜就在這樣 我記得是不是有陰檔 好就是我到底在線給你 現在在聽陰檔 不是有個影片嗎 就是那個影片 就陰檔放上來哭啊 就是因你的背影 然後一直在擦眼淚 對啊 天啊這個人真的太心疼了吧 可是我當下 他看星星走進來 哭著走出去 而且是大哭 你們有人在健身房看到EBODY哭的嗎 我目前沒有看過 我目前沒有看過 而且你也是第一個看到EBODY的時候 那個情緒轉折最大的 對啊 我覺得重來這件事情很可怕 它會讓我感到非常的焦慮 而且那時候就會心裡想說 啊我不是沒有努力喔 我是努力了 然後又沒有結果 然後我在健身這條路上 從來都沒有獲得我想要的成就感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那我真的還要再繼續嗎 還是我這一次再掏錢出來 只是在浪費我的錢跟浪費時間 我做不到我想要的結果 我那時候是這種非常濃的負能量耶 我那段時間也在跟Andy討論說 還是我就就這樣吧 但是就覺得說如果今天 我忘記我那時候怎麼跟你講 你那時候就是一直靠腰 然後你就跟很多人講 然後很多人就跟你說 你再試試看再努力啊 你可能就跟一些有健身的人 或是其他人就是訴苦啊 討安慰啊 然後人家跟他說你在努力啊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們什麼都不懂 所以叫我繼續努力 可是他到我這邊我就跟他說 那我們就不要再健身了 對 我就在思考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我真的有思考過 Andy說的就是 就不要再健身了 因為所有人都要鼓勵他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不然就不要 然後如果你以後再跟我靠腰身材 我就撕爛你的嘴 我知道 但是我講真的 我那時候是真的有想過說 要不要就真的就不要再健身了 因為我就覺得說 反正也沒有結果 那還是就試著去接受現在的狀態 就的確就不要再靠腰身材 可是相對就是我一定要去能夠 因此而感到安逸的話 好像也是一個選擇 就不要為了這件事情 還要再大費周章的去運動 然後去迎合主流 所以我那時候有非常多的擺盪 但anyway後來我還是決定說 就是去 就是你知道 3rd time is a charm 你懂這個意思嗎 我不懂欸 就是第三次或許就會有好運 所以我就覺得說 好我還是再努力看看 然後我就主動跟查理講 我那時候的心情 傳一個很大篇的給他 所以我覺得可以請查理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看到那個大篇的訊息 對於心得的時候 當下是什麼樣的心情 你要不要簡述一下 你大篇的心得大概講了什麼 我可以演演給大家看啊 好啊 我來吐槽一下 你不要吵 真的很大篇欸 而且我前面會跟他聊天 他就是短短回我 兩三句一兩句 因為我那時候心情很差 要回不回的 然後突然就傳 超大一篇 因為我不是一個 我不是一個沒禮貌的人 我知道很多人沒禮貌 但我不是 本來就是好不好 你才沒禮貌好不好 大家訊息 愛回不回是你吧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愛回不回訊息 這個跟有沒有禮貌 沒關係吧 是沒禮貌啊 那查理也很沒禮貌 我不得不說 是喔 你知道前三個月跟後三個月 最大的差別是回覆訊息的時間 變長了 就它變脫痕 就才會訊息 那可能對迪克來說 天秤座跟雙魚座都很沒禮貌喔 我是覺得天秤座的男生們請加油 你也要開始踏上仇恨天秤座的行列了嗎 我以為從XX那次就開始了 真的很多耶 我知道翻翻翻翻翻 大家等我一下喔 我們現在請查理來念 因為他找到 他找得比我還要快很多喔 有一段是寫說 我從高中以來就一直都有斷斷續續的在健身跟飲食控管 昨天的數字結果讓我感覺很努力 只是又讓我變回了胖醜男同志變路人 然後Paul又再打回原型 你知道這幾個字的那個負面情緒有多重 才可以打出只是胖跟醜 然後大家把它結合在一起 就是又胖又醜 結果看了這個時候就覺得很心疼 然後再來是很多負面情緒充斥著我的腦袋 所以態度方面可以讓你覺得跟節目上不太一樣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又想到他那時候看完銀巴迪的時候 他那個整個人的那個腮兵 對可以這麼講 那個失戀 因為我覺得那個心情已經不是說我 我只是要靠腰 而是我真的對這件事情感到很絕望 所以就覺得說好那我們要好好道歉 那我也覺得說好像如果可以努力的話 那就再努力看看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說那接下了這個工作以後 查理你自己怎麼樣看待就是我的健身之路 因為前面一個月的時間真的是比較 我自己覺得是比較難熬的 我覺得你的健身的過程 其實跟大家的問題都差不多 就是不夠持之以恆 在活動的時候有講說運動這個東西啊 他沒有那麼快可以讓你看到成果 而且他要做的事情很多 飲食控管 又不能熬夜 你要去想的很多 然後他不像剪頭髮一樣 就是你咔咔咔完之後 出去會變成一個很漂亮的樣子 所以是中間大家就會很累很累 又看到自己好像沒有成果 就會慢慢放棄 對那你的情形比較像是這個樣子 前面好像沒有持續很久 但中間停掉 就會覺得說為什麼我前面 可能一兩三個月努力以來 怎麼都沒有看到效果 但真的沒有那麼快 我相信你應該有遇過很多 像我們這樣的學員 練了三個月後就會期待說有很多成效 因為其實你如果上網去爬文 去搜尋健身的相關文章 你就會看到很多人說 三個月保證瘦10公斤 三個月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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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以三個月去做一個就是 評判健身的基準 那你要怎麼樣去陪伴這些 可能在三個月的這個關卡中 就已經有瓶頸的學員呢 就要像爸媽一樣一直陪在旁邊 你懂那個意思嗎 我覺得你在這前三個月裡面 你最大的課題 陪伴我的過程中 你覺得最累的地方是什麼 最累的地方 我覺得是 你有偷吃東西這塊 是耶 那你覺得我 我是吃完才拍照 他都吃完了還能說什麼 傳一個我看不出什麼的東西 一頭黑黑的或是便當 他都是邊邊角角 我就要問他 這裡面是什麼 你要問啊 你要問啊 你覺得怪我不問你 因為你剛剛講了缺點 我覺得你現在一口氣 把我的缺點全部講一講 我們之後才能好好來聊優點的事情 要不然大家就心裡想說就是 我要一直打斷你講的缺點 好像我一直就是要隱藏我的缺點的感覺 我講優點 我覺得優點比較快講完 好耶 你先聽你先說 說優點吧 對對對這三個月來你覺得 看到敵克有什麼優點在健身上 優點在健身方面 對比你的學員 年輕啊 活潑 話蠻多的 健談 請問 好有優點喔 這個是摺偶標準還是 摺學員標準 我實在是看不出來耶 就是讓上課的氛圍變得很愉快啊 對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健身上課 就是要開開心心的這樣 對教練跟學員之間的關係 也是健身之路 能不能長久一個很重要的基準 先不要讓他有這個很驕傲的感覺 那你覺得我在運動習慣的養成這件事情上呢 這個真的很棒 你說你說 因為一開始之後還很不願意去健身房 對 都會覺得很累很想死 對 然後天天跟我抱怨 天啊我今天又要進健身房了 好想死 一定要跑優養嗎 什麼之類的 但現在都會很乖 然後自己回去 然後最好的優點就是 像現在已經有養成那種沒有運動 就覺得渾身不舒服的感覺 會害怕沒有運動這件事情 就是會心裡想說 喔我害怕沒有運動 不是因為我真的很想運動 我是害怕說會病胖回來 那個恐懼太過於強烈 我就覺得說 我如果 錢又要丟到水裡了 我在為了避免讓錢再次丟進大海裡面 所以我就想說 好我今天一定要走進去健身房 像可能禮拜六 我們去Way Party 然後Way Party就是又吃了人家甜點 又喝了人家酒 然後心裡想說 算一算一杯酒的卡路里大概300到400卡 然後等於說你喝了三杯你就喝了1500卡 再加個蛋糕300卡 就獲了1800卡 然後又吃其他東西 可能那天的熱量就攝取到3000卡的時候 然後我內心就覺得說 好我一定要想辦法就是讓明天的自己可以去運動一下 結果隔天運動 就腰閃到了 所以我就覺得說 有時候真的是 就第一個是人不要鐵齒 不能吃的東西就是盡量不要吃 第二個就是人要持之以恆 然後行緒漸進 不能一時間就太過於躁進 然後讓自己的身體受傷 是不是查理 你是不是覺得那個可以消耗很多熱量 所以你是選深蹲 我每一次看深蹲消耗的卡路里 我就知道 內容量都好高 然後我就覺得說 好我來 try看看 而且我重量不多喔 我只有放25公斤在身上 然後就閃到腰 就閃到腰了 欸我以前第一任的時候 以為在講男朋友對不對 教練 第一任教練 第一任教練 好遠你講第一任男朋友 第一任教練的時候 我是可以 就是40公斤到50公斤的那個深蹲齒密斯的部分 你那時候年輕啊 但你身體年齡的風化可能很嚴重 欸我有感覺到欸 就是我真的有比較容易累 就是之前沒有去健身的時候 就覺得你只要跑一下 或是追公車一下 你就心想說 可是現在追一下是可以 就你懂那個差別嗎 我有 我有大概懂 你有get到嗎 而且晚上睡覺的時候會比較好睡 還是你 但有點太好睡會打呼 我真的有事 你哥就跟我說自從運動之後 哇不管幾點睡都要睡10個小時 好困擾喔 真的好困擾喔 我不知道這個是健身的 付所有嗎 我不知道欸 因為我真的是 兩面刃 我只要12點睡 我就是隔天10點起床 那如果是1點睡 我就是11點起床 2點睡就是12點起床 我就直接遲到3個小時 在我們的正職工作中喔 有點危險欸 酷欸 要逼自己早睡 對那你怎麼可以一直晚睡著起來 你的睡眠作息也是很微妙的狀態 查理 最近差不多在10 10點到12點中間就會睡了 但是我都會很早就會起來 好像差不多4到6個小時我就會醒 我反而睡太多會很累 所以我沒辦法睡10個小時 是因為年紀到了嗎 所以睡不多 畢竟要40歲的男人 他跟我說你講話小心點 我說畢竟37 然後又要講 台灣明明就講什麼不要講又要講 然後就說欸沒有啊 40就是40啊在那邊 但你的身體狀態完全沒有40的感覺 你自己在何時開始有意識 知道說要去做健身這件事情 其實我原本很瘦 我171 然後只有45公斤 自己不覺得很瘦 之後來被某一任男友就覺得說 他覺得說我太瘦 沒有辦法保護他 然後就跟我分手 這什麼爛理由啊 什麼爛理由 就是他其中講的一個理由 但是對於我來說就是分手就是一個人的事情 只要一個人說要分了 那個感覺不在了就會分手了 所以就不管他那時候說什麼 我已經感覺到他要分開的那個心情 所以也沒有特別去講他什麼 會去運動也是這個契機 然後現在他前陣子有找到我 誰呀我要看我要看 前陣子就我們有恢復聊天 對他就覺得說我身材變得很 好像跟我打砲什麼的 我要看我要看是誰是誰 我要看我要看 現在嗎 好現實喔 對 你會覺得身材有變化以後 人們對你的態度有差很多嗎 嗯老實說是差滿多的 你說說 因為我從很瘦可能變到現在好像還算OK啦 對啊 通常大家看到你第一眼他就會 除了看臉之外就是看身材嘛 嗯 對啊 那就是這兩個過關之後好像很多開關都會被打開 對 只有臉的話可能不行 就是之類的東西 對 太胖啊但是長得很好看好像也不行 或是太瘦 太歪 太完這樣 所以 脊椎側彎之類的嗎 還是什麼 腰閃到嗎 對啊 那你這樣聽一下的話 等於說其實你在健身這條路上 你是明確有感受到身材的紅利這件事情耶 因為這就是我們上次Live podcast聊到的嗎 對 但我想要講的就是 我在運動之前沒有給自己預設立場 嗯 就是我身材變好之後一定會很好約炮 或者是一定會有很多人喜歡我一定會怎麼樣 嗯 我就是想要看著自己 就是離開這個瘦子這個世界這樣子而已 嗯 所以我的目標是這個 那這些東西對我來說就是多的 嗯 我覺得現在大家在健身的時候 會給自己設立太多這種預設目標 所以當你剛講就是如果三個月六個月沒有達到 沒有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就會很容易失望 嗯 失望就會不去做這件事情 那就沒有 真的都沒有了 因為其實你知道我們在健身這條路的過程中 就這三個月就發生了一些很可愛的小事情 就是我們在量英巴黎的時候 我就原本想說 欸 上次到八八了瘦了兩公斤 那應該就繼續往下吧 就有一天量欸 八九 哈哈哈哈 我心裡想說 欸 這個我這個月是沒努力嗎 還是這個月就是做了什麼事情 發生了什麼樣的情況 才導致我的體重又上升 但是我那時候就一直很不能理解 為什麼上升 然後我一樣再把這個情緒丟給查理 因為其實我們會說 比如說一個月胖一公斤 會覺得說欸 怎麼會這個樣子 可是其實你如果分散在一個月裡面 你一天多吃三十公克 一個月就多一公斤了欸 就是如果你身體多吸收三十公斤 所以它其實會在一個很細微累積的過程當中 形成最後一個很明顯的結果 對而且你是一個月兩一次的話 就是你有三十天的時間 可以慢慢的讓你的身體感到變化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習慣這件事情 你慢慢在變胖你自己不會發現 所以你慢慢在慢慢在變胖這件事情 就三十克三十克三十克的這樣子 就是就是對差不多可以這樣講 我覺得這個對於就是可能剛進入到健身 環境的人會蠻打擊的 他會覺得說欸好像跟原本預期的不太一樣 因為很多人都會說你剛進入健身的時候 你是很容易瘦很快的 結果蜜月期 對結果那個蜜月期反而沒嘗到 就直接來到了瓶頸期 開頭即瓶頸 完全沒有蜜月期 是不是明明之中告訴我不要做了 我那時候內心想說欸好像 對欸 在我的認知裡面就是 運動這個東西你一開始沒有這麼做 你突然改變你的生活習慣的時候 你要給身體一點時間去適應 你可能突然消耗很多的卡路里之類的 然後你又加上結石這件事情 就像銀行存款一樣 你現在身上有十萬塊 但你以前就是會每天存五百進來 但你現在怎麼花一千 然後都沒有存錢進來 他就會稍微幫你hold住那種感覺 你這樣去想就好了 所以要給身體一點適應的時間 不要那麼急著去看那個數字 我覺得現在人都太看數字這件事情了 你要看的是你自己的體態 那我們可以請查理跟我們分享一下你 因為有很多人都會說 就像你講的就是健身這件事情 我們可能不只是三個月 可能是一年兩年三年的成果 才累積出現在樣貌的 你可以跟這些可能像我一樣的健身新手 給予一點就是價值觀的提點嗎 可能在這一年內 我們都應該要注意到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有什麼東西是應該要先做好一些 心理建設的 然後再進行到健身這條路上 我講我從一開始接觸健身那時候 我那時候剛開始接觸健身這件事情 因為在澳洲的健身房 所以那時候的教練都是講英文的 我就自己摸索 這東西該怎麼做 然後動作該怎麼做 器材該怎麼使用 但是就是以為是亂摸索 所以讓自己就受傷 我覺得現在 如果你是健身小白 就什麼都不會的那一種 你剛開始進去的時候 如果有朋友要找你帶 但如果他不是健身教練 而會練的人不一定會帶人家做 因為他知道自己的感受 他不一定知道你動作有沒有做對 我覺得一定要請專業的就是請個教練 讓你學會這個東西 畢竟教練不能 always在你旁邊陪著你 很像走進健身房有兩個狀態 一個是運動跟訓練 運動比較偏就是跑跑跑步急啊 然後或者是說哪一台器材沒有人做 他就去摸兩下 時間到一個小時就走了 你說你今天有運動到嗎 有 但是不知道自己在練什麼 然後訓練就是你要規劃一個菜單 你要知道自己訓練是哪個部位 然後給他強一點的強度之類的 並且在不會受傷的情況下完成這個東西 菜單的規劃以及就是教練的意義啦 對 因為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啊教練好貴 你花錢請教練哇你好有錢什麼的 可是對我而言 我自己找教練的心情 除了就是有人提點叮嚀當爸媽以外 另外一個重要的地方就是 我覺得真的是會有運動傷害 就像我在一個可能比較不注意的情況下 就自己傷到了腰 而且這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已經有傷到蠻多次的一個惡性的循環了 那我覺得另外幾個點是 我自己在這次健身這條路上 有獲得的一些心得和大家分享 三個月的心得提點給大家 當然我覺得首先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健身這件事情是 你年來做計算的 所以我已經放棄就是說 可能在三個月內就是獲得一些 就是多厲害的成就 或多厲害的fantasy 我以前在跑有氧的時候 我都心想說哇這三個月過後 我一定會變超爆瘦 我就要出道女團了 女團出道 對對對我後來發現沒有耶 而且我是聽著女團的歌 想說要出道要出道 然後後來發現 欸怎麼還在熊貓團 覺得一點點出事 可是我覺得這個心態一定要建立起來 就是絕對不可能在這三個月內 就有立刻見效的成果 因為就像查理常常在那邊跟我捏捏捏捏捏捏 他說你的脂肪已經陪你堆了 將近要十幾年了 怎麼可能在這時間點就消失呢 所以你一定要花很大的力氣 才能把這個人甩掉 跟他之前的恐怖情人一樣 但另外我覺得最主要是要睡飽啦 睡飽後真的影響蠻多的 像我開始有健身之後 睡眠時間都比較長 開始會放棄說晚上工作這件事情 變成白天工作 那睡眠習慣的改變 也真的有助於在健身這件事情上的幫助 所以我覺得有睡覺 也會真的影響到自己的體態的變化 所以這邊幾個提點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也先休息一下 稍後先聽個廣告 因為今天這集是有Live Podcast 未完的業配要跟大家分享的 先聽一下業配 之後再回到我們節目現場 廣告時間 你們大家有聽過男性的私密處保養嗎 就是洗雞雞啊 Aunty 難道過時了嗎 過時了啦 Out of fashion 你知道私密處不是只有屌欸 正確範圍是包含生殖器屬膝部 肛門周圍跟臀部 就有四個地方 就你在穿三角褲的時候 能包覆的範圍都算你的私密處喔 了解了解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私密處保養呢 主要就是針對一些 例如說你可能在生殖器 你的屌的部分就是長污納垢嘛 臭雞雞很可怕 或者是屬膝部 胯下癢啊 或者是你可能 會起疹子發炎 對對 那個你穿太緊的時候 有時候那邊都會起森啊 那些都是細菌 所以那個真的 為什麼那麼仔細呢 因為我知道 哈哈哈 很常有這個問題 對對對 或者你的肛門周圍啊 濕疹啊 細菌感染啊 騷癢啊 對 全部都是敵克發生過的問題喔 其實臀部肌膚的暗沉啦 這才是最嚴重 你知道我有時候就是 欸 怎麼今天屁股那邊暗暗的 原來是因為啊 是沒有做保養的關係啦 腳趾太厚 對 Princey怎麼這麼晚 才寄過來給我們啊 生氣耶 真的是因為有了他們 我們才開始認識 私密處保養的重要性 今天要跟大家推薦 就是兩款商品 首先是我們的 PowerMan男性私密養護液30ml 跟我們的清潔乳的部分 嗯 我覺得可以先請Andy 跟我們分享一下就是 究竟我們的清潔乳和沐浴乳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Play and Joy 它這一個商品 他們很特別的地方是 他們在裡面添加了 馬卡萃取物 那馬卡裡面 它其實就要含有心啊 等等 就是對男性性功能有助益的 這種元素的成分 Element 對 對 所以這款商品 你如果把它用在你的私密處上面 就是同時就有清潔 跟讓你病病給我 對 其實是幫助你就是吸收一些新的部分 特別是你剛剛提到私密處保養 老實說這款商品裡面有含了一個 非常天然的成分叫做方張木 是有抑菌的效果 而且有礦物油可以滋潤你的皮膚 那究竟要怎麼用呢Andy 那它使用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你洗澡的時候 就是用這一款Polarman清潔乳去洗你的私密處 但是要記得 如果說你本身就是已經有一點 偶爾可能會搔癢啊 或是可能會有一些起線啊 起疹子 你要記得你要連續使用兩周 才會有明顯的效果 你不要期待它是一個什麼鮮丹 一抹就發光 不會好不好 你要給它一個就是皮膚更新的時間 跟你下面可能就是你知道 養了一些很龐大的壞菌蟲 你要給它重新更新一下 然後你洗完之後 要記得使用它的私密養護液 這款商品是一個combo啦 就是你一個搭配 先清潔的養護液 養護液是針對你整根做保養 先將你的包皮吞去 接著頭部跟你的環狀溝槽都要加強按摩 讓整個精華液完全吸收 早晚各一次 那提醒這兩款商品就是 都不能就是洗到你的臉 眼睛嘴巴鼻子等等的 所以就大家如果在使用完後 先不要讓你的男朋友吹吊 或者是你先不要去吹你男朋友的吊 因為這可能會有一些化學的殘留物質 對 因為它針對就是你生殖器的地方 就是有增加一些功效比較強的清潔成分 對 所以會希望說大家洗完的時候 先讓它作用一下 然後不要讓它馬上去接觸你的嘴巴這樣子 其實最重要的還是有一個東西要跟大家提醒 就是如果你使用後有不適的症狀的話 請立刻停止使用並諮詢醫師 因為每一款的保養品 不是每一個人都試用 一定很有過敏反應什麼的 所以如果有這個參觀問題的話 請記得立刻去諮詢醫生 但是我們這一次就是收到Play and Joy的這個清潔乳 雖然說非常開心 但其實我們內心一直有跟廠商喊話的一個商品 喊了很久但還沒有送過來 對 因為他們家最厲害的是這個 我真想說送什麼鬼東西 我洗乾淨之後我要提槍上陣 對啊 怎麼辦怎麼辦 他們有個叫PJ1的男性酒站活力提升噴霧 這個是他們自製獨家的 然後這個東西含有蛇床紙 蛇床紙這個東西是來自中藥的 它主治就是腎陽虛衰的功能 也就是處理男子陽尾的這個症狀 那以現代醫學來看 就是延長動情期 縮短動情肩期跟增加前列性 反正就是讓你更持久的意思 對 而且可能就是可以提槍更快 因為你可能射了之後 你沒辦法再射 但是你這個肩期就會變短一點點 就可以可能第二次第三次 而且不含西醫成分 所以是完完全天然的 非常欠開箱 我是覺得說 就是剛剛上述兩個 我們就是OK用過 可是我 用過就是OK沒鋪 對 但我 但我更想要是這個 沒鋪的意思是說 我洗完之後 我想要就是 有一個更棒的效果 馬上可以提槍上陣 對 但我更想要是這個PJ1的男性酒站活力提升噴霧 廠商PJ1聽到了嗎 希望你們趕快改善這個部分 趕快來喔 而且寄兩瓶 對 因為你上次只有寄一瓶 我跟安迪要輪著用很累 拜託 我們兩個人 加班人之兩個人 很需要分開使用 麻煩兩瓶謝謝 對 好 就這樣子 掰掰 謝謝大家 掰掰 剛剛聊到澳洲這件事情 我覺得澳洲是我認識查理 就是最驚悚的一段過程 然後講到澳洲的時候 我每次都想說 哇 真的是給我 像一個春光炸蟹的劇情耶 你還記得春光炸蟹嗎 我知道 就是那一段兩個人 就是香港飛到阿根廷 相愛相殺的故事 對 然後還要藏護照啊 然後翻人家房間啊 翻箱倒� 對啊 就是很像 兩個有躁鬱症的朋友 對 對啊 就是很像 兩個有躁鬱症的朋友 對 對 當然它裡面有很多 很濃的國族情節 I don't care 但是它是個很厲害的作品啦 那查理的故事是怎麼樣呢 查理要不要自己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為什麼 要飛到澳洲去 你那時候 大概是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你明明不是個英文好的人 為什麼會選擇飛到澳洲 英文真的滿爛的耶 好 先講為什麼好了 因為那時候跟 某一任要分開的時候呢 好 講A好了 我跟A分開的時候 他很常會突然出現在我家門口 就是我們講分開的時候 他可能下禮拜鳥就上班的時候 我媽就會來敲我們說 欸 有人在門口等你 我說誰啊 這麼早耶 8點多的時候 我就去開門看 他就站在那 他就會跟你說 我等你一個晚上 但是他 但是他不會告訴你說 他在哪邊等你 好可怕 一開始是這樣 他就會把車停在我們家樓下的停車場 這樣 就是會一直平凡的出現 我說你這樣我很困擾什麼什麼 後來又 媽媽出門買菜一直被嚇到 媽媽出門買菜 對 連那個管理員跟里長都知道他是誰的 因為他太常出現了 可是你那時候是有出櫃的嗎 那時候出櫃了啊 所以里長什麼的都知道那是男朋友嗎 他們可能不知道 但這個太平凡的感覺他們可能就知道 就知道有一個人一直在 一直在賭你 對對對 那你有跟他說你不要再這樣做了嗎 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我就是很容易心軟啊 我就覺得哇 他突然從南部這樣開車上來 好像有點感動吧 就是又和好 但是後來又分開 他就又突然在我家門口 就發現這樣不行 然後那時候我的朋友就找我說 因為我本來就想要去國外看看 但又不想要花自己的錢 他就跟我說就是澳洲這地方 就是很漂亮其實 就是你可以賺錢之外 你又不用花自己原本的錢 然後又可以去很多漂亮的地方旅遊 就這聽起來好像不錯 因為畢竟他這樣 就不會突然出現在我家門口 主要是還是為了這個東西 後來呢 就被他執照了 他就 他就飛去澳洲找你嗎 他不是飛去澳洲找我 他就想要跟我一起去 因為他 他們是一起去的 對他在家就是 被爸媽很疼的那種小兒子 就是什麼事情都安排很好 連飯的爸媽都會買的那種 就是大家都很疼他 那他就養成那種貴公子的那種娇氣 他就告訴我說 他到國外之後 就是爸媽不會這樣照顧他了 那他可以學自己成長 聽起來好像就覺得可以吧 我就覺得好像好吧 再給他一次機會 因為如果他這樣子真的是突然出現的話 我可能又會心軟或幹嘛 所以我就讓他跟我一起去了 那那時候有認識的旅伴 那就一起去 但是我就發現他真的是 不行耶 死性不改 嗯 你們一起住多久 等於說你們到了澳洲 你們還是同居吧 我們一起住了半年多 你們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你說他死性不改是什麼死性 我們這邊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很常為了不必要的東西跟我吵架 就是可能我在看電影 然後他就叫我一下 我說等我看完這一段 等一下再跟你聊 他就會生氣了 但是他要找我是講什麼呢 他只是問我說 他等一下要吃什麼 就之類這樣 講一些很無關緊要 但是他就覺得說我不尊重他 很常因為這種小事情 然後吵很大架 甚至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然後我跟別人聊天太開心 然後他吃醋 然後他就在工作的時候 就是發脾氣 連那時候的supervisor 就是管理的人都看得出來說 欸那個是不是今天心情不太好 那你們要早點回家 因為我們是坐同一台車去工作的 我們那群人就被迫因為他 然後早點回家 你們那時候是去做什麼工作 我們那時候在 在墨本的很很郊區的地方 在一個蔬菜工廠就是 那包裝蔬菜 了解 然後離家裡開車大概半個小時 啊他貴公子可以去包裝蔬菜 他覺得他做得很開心 就是重點就是這個 他覺得說 我一個貴公子 從台灣來這邊跟你一起工作 你居然還對我這麼差 就是這種他把那個個性帶過來 他那個交氣沒有變 對他沒有 他沒有在這邊用另外一個方式去成長 或是什麼 反而把那個帶過來 覺得我們要好好對他 要尊重他 什麼都要問過他的意見 他有個王子入人間 就是來體會這種庶民生活 結果你還這麼樣的不珍惜我 對對對 但你不覺得真心很吊詭的是 你明明就你知道他是這個個性呢 你怎麼會願意讓他跟你一起去澳洲 就是打工的部分 他就覺得可能會改啊 一開始其實他 算真的有比較有改變 他真的有嘗試改變 對對對 但是就是改不了 固態附謀 對他那個氣太重了 他那個轉變的決心 只是為了讓他可以點頭說 好我讓你去 或是說服他說讓我留下來 但已經待下來之後我幹嘛要變 那你在何時覺得說好 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 我一定要跟你斷開關係 嗯 因為我那時候也知道 我自己是個很容易心軟的人 那我那時候 有一次跟他大吵架的時候 我也忘記要吵什麼 但是反正吵得很兇 吵得就是說我們要回台灣之類的這種話 但我就覺得說反正我還是會心軟 我就想著要怎麼辦 我就拿著那個電檢 然後廁所 像我這麼愛漂亮的人 就拿那個電檢把自己理成一個光頭 我看著那個鏡子真的是爆哭到不行 然後當下就那個決心 就覺得說好那我這次分開之後 就再也不會再聯絡了 我就把他送回台灣 我之後再飛回澳洲工作 欸我9月送他回去的 我10月生日吧 我在10月生日前一天 我朋友就傳訊息跟我說 誰誰誰又回來雪梨了 欸又回來雪梨 我嚇到不行 他說哇我都已經送你回去了 然後你還自己這樣飛回來 我就他就跟我說 為什麼他要回來 他想要幫我過生日 但我不想要就是就重蹈覆轍 為什麼他們搭飛機搞得像搭客運一樣 你有什麼 你有看到這個關你嗎 很怪 而且他先把自己的頭髮整個剃掉 剃掉之後兩個人在一起搭飛機到台灣 他送他最後一程 他送到台南去喔 然後回來 回來 然後他又來 然後他又來 然後後來他正在你家門口 他那時候沒有在我家門口 那時候他在 你有讓他知道說你又要再回來澳洲嗎 我那時候在工作 他知道我會回去澳洲 他想要給你一個surprise是不是 所以他想要給我一個surprise 就是說 欸我又問了你來 而且這次這麼遠 我是坐飛機喔 嗯 但我這次就下了一個不行 反而是驚嚇不是驚實 這個人到底怎樣怎麼都甩不開 他在火車站出口就等著我 那時候唯一的出口就到我家那邊 我就為了不要遇到他 然後繞一個多小時的路走回家 就為了不要遇到他 對最可怕的是我跟朋友去吃飯的時候 是曖昧對象吧 對曖昧對象 嫌我瘦的那個 跟曖昧對象吃飯的時候 我們在底下聊天排隊 他就從我面前走過去 欸就從我面前走過去 他有看到你嗎 我嚇了一個不行 我那時候被整個濕的 但他沒有看到我 哦 哦 然後他就這樣回台灣 他一定有看到你啦 要不然他就去賭你了你知道嗎 以他的更新才應該衝過來 嗯 他已經從台灣來澳洲了 有看到他一定就會去找他 他沒有什麼好失去的啦 他已經從台灣來到澳洲了 他沒有說什麼 看到他假裝不認識的理由你知道嗎 那他都沒有意識到 他已經是整個被out的人嗎 他沒有任何這樣的覺察嗎 他覺得我會該跟之前一樣心軟 然後又跟他復合原諒他一次 我是小王子欸 我要回頭 你應該就是要接住我吧 對 那他現在過得好嗎 他現在 總而言之呢 查理就是在澳洲 後來就直接定居在那邊 將近有三年 五年多欸 五年多 你要怎麼樣就是在一個 不會英文的情況下 在那邊生活將近要五年多呢 就我真的那時候英文查到去 麥當勞只會點大麥克 因為我就只會講Big Mac 其他都不會講 你說你不會點禁辣雞腿堡啊 這個我不會太難 我就是always吃大麥克 他問我薯條有沒有加大 我就講yes 他問我你要內外外帶 我就講yes 好可愛喔 你要吸管嗎 yes 就是什麼都拿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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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thank you 然後話去吃東西 對 有什麼吃什麼這樣 就是你會點什麼吃什麼 就是每一餐都像驚喜包 對對對 不確定來的到底是什麼 對就這樣吃 然後後來是在那邊工作的時候 偶然認識一個還不錯的人啦 他就帶我去做室內中修的這個動作 然後他們那邊叫工地 但是跟我們這邊工地真的差蠻多的 我們那邊就是都是室內的工作 然後因為老闆是中國人 然後他會派個工作給我們 只要你會做就好 不一定要會溝通 但是會有一些外國人 不一定是澳洲人 但他們就聽到你是台灣來 就覺得很稀奇 他覺得台灣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那他就會跟你聊天 那就是他硬要跟你聊天 我就硬要跟他聊天 那聊起來根本不知道對方在講什麼 那時候就慢慢去學 那你也去上語言學校嗎 我才發現 對後來有去上語言學校 我才發現英文真的爛到爆炸 你後來有去上語言學校 對啊 那要不然我們來挑戰一下 我們計時 你幫我們計時 你有需要這樣嗎 計時三分鐘 你有需要這樣嗎 我們可以聊一下 就是彼此的情感關係這件事情 你要這一塊嗎 對 我剛剛應該對過他說好 我就是跟你回 我就是跟你回Yes 你問我什麼 我們講說我們今天在Dating 然後我們今天第一次見面 然後我們就要聊大家各自的興趣什麼的 那你的人設是什麼 我的人設就是 澳洲華裔 ABC 我就是澳洲人 我就是澳洲人 你就是 然後他就是台灣人 然後就是聽不太懂英文 然後我們就嘗試 進行一個conversation 我知道 我是日本人 我是日本人 就是英文也沒有很流 然後但是要試著努力對話那種感覺 超刻板印象 超刻板印象 好啊 三分鐘是不是 預備 開始 嗨 嗨 你不要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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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過來 你快靠近喔 你是不是想要趁機報仇 沒有啊 最後可以抓到一個 讓我沒有辦法對他兇的東西 那你這樣怎麼去上他們的健身課 他們在講說什麼 什麼instruction什麼的 你這樣聽得懂嗎 他就是講什麼我都聽不懂這樣 那你怎麼學 但他會給我一個課本 就是 上面就是什麼動作 然後做幾下幾足 但我後來發現那些動作 就是有點剝削 他就是他也不知道你的狀況 他不知道你做到這個的感受度 就是你自己身為教練之後 我再回去看那些教材 就覺得說 哇 好沒有用喔 而且查理他可能學習 英文上面還有一個其他的障礙 就是說 查理好像有閱讀障礙 是不是 對 橫的文字我沒有辦法看 但是英文就只能橫的看啊 所以我通常超過三個單字之後 我就會走神 再回去看第一個單字 然後再超過五個之後再走神 再還回看 所以我根本那一段 會很難把它讀完 蛤 那你到底在澳洲 要怎麼樣生活啊 就是講中文啊 反正還是有一學會有中文的人 我幾乎都在講中文啊 對啊 有點像跟我在日本的處境一樣 例如你可能在dating的時候 就會變得比較有點障礙 大概聊了一個小時的英文之後 就是啊 會去找華人 對對對 我會去約他們去看電影 因為看電影就是 你要喝可樂嘛 你要吃暴雨花嗎 那我們幾點開始 就進去看了 然後看完之後就會各自回家 我們幾乎沒有 你們不要太多的對話 我們幾乎沒有對話 但是又好像有約會到的感覺 對對對 可是你約會不就想要多一點什麼嗎 可是因為你看電影的時候 你不需要對話 可是你還是可以牽手 你還是有個自體互動 所以他就是情感升溫 但是又不用太多的對話 就你跟這個人 他給你的感覺 因為你一定要出去 才能夠感覺到他這個人的 比如說我講聲音啊 或者是氣息 整個態度什麼的 但是聊天可以回家再透過文字聊天 那你的情感升溫大概 就是有哪些Mega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與澳洲人是怎麼樣 就是情感升溫到 可以就是進行到床上的關係嗎 真的是沒有這一派耶 你說在澳洲沒有任何跟非華人 非華人打炮嗎 完全沒有 Why 因為澳洲人 沒有任何人情感升溫到這地方嗎 因為澳洲人 我遇到的他們很快 就是我們想說你住哪邊啊 然後工作做什麼之類的 然後大家都見一下 可能就會聊這些 或是最近的議題 什麼電影之類 他們很快他們就會問你說 Hey fun tonight 那你想要跟他聊聊天的時候 他們就會打問號給你 或者是 所以你有空嗎 今天晚上 對 哪裡就會緊張 我說是要喝咖啡嗎 還是 他說你可以來我家 我說這麼快去你家喔 你家開咖啡 他就說 喔不是 我們可以在外面買咖啡回家喝 那我是想說 一直要叫我去你家也是很奇怪 那我喜歡 就是有認識之後再有點什麼 好像比較 有感覺 即使是for sex 你還是希望有一點認識的基礎 對先聊一下 你知道他這個的喜好啊 或者是些沒幹什麼之類的 可是台灣人其實應該也是有蠻多 就是你今晚有空嗎 然後你開啟的話就打問號 應該也是有這樣的人吧 所以那種我跟他說 今天晚上看電影 他會問你嗯嗯 就不會再聊天了 啊你就可以自己把它給捨棄掉 對 那你在澳洲有什麼樣的同志生活嗎 你有去什麼樣有趣的地方 是可以跟我們分享一兩個嗎 你有在蔬菜園打泡嗎 我沒有在蔬菜園打泡 好 我有在外面海灘看過人家打泡 喔 在雪裡有很多那種 我在海灘 它有一個小叢林 小叢裡面還會有一個小樹林 那就是在那個小樹林 會有一些有的沒的 就大概有什麼白沙灣還是 融合公園之類的 就是白沙灣沒有 白沙灣沒有 那不是有一個海邊有 是在淡水那邊的那個紅樹林還是什麼 那我記得有一個什麼 也是一個什麼灣 也有什麼 沙輪啦沙輪啦沙輪 淡水是沙輪 不是白沙灣 白沙灣的話 因為我之前曾經想去那邊自殺 所以我 對啦 對啦你自殺就是白沙灣 那是白沙灣 難怪是想說怎麼一個 對 敵克白沙灣 然後因為你很常又跟野羅或是野炮 綁在一起 對 白沙灣是不是野炮 白沙灣是難得的自殺地點 是想去 想去 想去死的時候覺得 好冷又離開這樣子 想死人怕冷 對 然後你說怎樣 就是那個小樹林 那大家就會進去裡面 會有一些野炮之類的 那如果他喜歡你的話 他就會跟你遭受 或者是你自己跟他們說你要不要進去 那我就是在旁邊看就覺得說 哇我真的是毫無遮掩的在你面前這樣子 覺得蠻刺激的 是不是也想加入 有沒有加入過 我沒有加入過 因為真的太多人了 大概就是五六個這樣子 沒有被拉進去嗎 他們有曾經跟我遭受 但我就無法 欸你在澳洲玩得很保守欸 對啊 我沒有在那邊玩啊 我覺得是因為他在澳洲的那段期間 還沒有到他可以這麼open的狀態 因為他那時候 就是你要記得他是一個就是要 就是 你剛才講要40歲 他是個前輩 他是個前輩 應該 以情感關係來說好了 我剛開始去是因為 就是 恐怖情人 A那一段嘛 好因為A那一段 那我跟他分開之後 就認識B 那所以前兩年是跟B在一起的 那後面那三年是跟B分開 就是心裡算是在療傷 所以也沒有在 就是這一方面投入很多 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 就運動或是去海邊玩 就是偏保守的生活啦 對 那你為什麼要回來台灣啊 就跟大家分享一個小資訊就是 查理的大學的專業 其實就是室內裝潢相關的 就等於說他在那邊其實 真的在做自己的就是專業所在 現在反而回到台灣 其實還有一陣的適應期 所以我就很好奇你 那你回來台灣目的是為了什麼 你自己想要獲得什麼嗎 那時候會回來台灣 就是因為 C 上一個對 上一個 稱為C 我就是內心想說 是我把他全部講完他 他比較輕鬆一點 那時候還不認識他啦 社群軟體上有聊天 那之前就蠻喜歡他這樣 後來就有聊天覺得 就是聊得很來還不錯 那我就跟自己說 如果過了三個月之後 我們還彼此有喜歡的話 那我就剛好趁自己放假的時候 可以回台灣來找他 對然後相處看看 感覺怎麼樣 結果後來就回來台灣找他 就感覺還不錯 所以在回去工作之後 大概也是在過了大概半年左右 就提早回來 然後就回來找他這樣子 啊他為了C回來耶 你的生活跟人生的變動 都是在這些情感中奔波耶 而且你為了C回來 等於說C在你的心中分量很大 蠻大的 因為你是捨棄掉原本在澳洲 有穩定有積蓄的生活 回來台灣重新再去打造自己的事業 專業以及人脈等等的 你 後悔嗎 會嗎 會有點後悔嗎 不會完全不會 嗯 就是撇開那些東西來說 可能我太習慣那邊的工作了 然後就會變得很無聊 因為室內裝就就是那樣子 然後蓋完了下一間 蓋完了下一間 只是真的蠻無聊的 你又看不到那個人 住進去的那個心情跟感覺 嗯 但我覺得現在做健身就蠻開心的 就看到大家真的有改變或什麼 所以你加油啦 叮叮叮 他會不會後悔 是取決於敵客 不是取決於第一 不是取決於第一 你有沒有一個 你如果做得爛爛的 他就覺得 蓋我回來台灣做這些事情 好沒有成就感喔 不可能這麼一口頭吃吧 可是我們上次量的時候很厲害耶 我們上次量的時候 最後數字下來 就體重是下去 體脂肪普通持平 但是肌肉量是有上升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說 哇 查理 查理我們做到了耶 所以內心有一個感動的情緒 為什麼你的語氣比較像教練 沒有 因為他就會告訴我說 大概70 68 66 什麼的 我就會心裡想說 我這是90分子表現吧 他是不是太容易自賣 是不是我就跟你說 那個數字要扣掉一點 因為他自己會加分數進去 你也加太多了 是不是 我很感動耶 我很感動耶 然後還怪我說 你怎麼給那麼少 所以 因為你在C的情感關係中 你本沒有持續到一個 你自己認為情感關係中的終點耶 還是你覺得現在的狀態其實是一個 就是你自己覺得說已經是很OK的了 我們的關係曾經走到終點過 但是那個終點又是另外一個關係的起點 反而變得很微妙 安迪這題不太能聊 因為安迪同時認識查理也跟C還不錯 所以就讓迪克詢問 我自己是好奇的是 你為了C回到台灣 然後你當然會期待跟C進入到一個 穩定長久的情愛關係 那可是你卻最後在這過程中無疾而終 你對你自己的感受是什麼 或是對於你自己認識 情愛關係 有沒有一個新的想法 或是有沒有影響到你後續 進入情感關係的一些決定 我這次問了三個問題喔 你有聽出這件事情嗎 有 因為我就是有很多很好奇的 因為如果是我為了一個人 從一個異地回到台灣 那代表說我一定是確定這個人 可能是可以走很久很一輩子的狀態 我那時候回來的時候 就是差不多是這個心情 對啊我覺得你一定是在那個心情才回來的 對因為我前面也自己也是單身了三年 然後就覺得說自己就是年紀也差不多了 就是要好好勝選下一個這種感覺 因為我希望下一個會更好 所以我那時候再回來的時候 就給自己一個預設的立場就是 這個是我隔了這麼久之後才選的一個人 所以我要好好的愛他 要對他很好很好很好 所以那時候我才回來的 對啊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的無疾而終感覺會很傷耶 我沒有覺得無疾而終 他其實還沒終 所以這句他很難回答 是因為他們還沒終 我們還在進行 他們可能沒有那個名義上的情侶關係 他們現在就是退到了朋友 但是你知道情感關係這種是一個光譜 他們現在就待在一個各自舒適的位置 雖然還是很常吵架 對 那你自己對於情愛關係 有什麼樣新的一些想法嗎 因為我覺得以你以前的 所有的情感關係的經驗來看好了 我覺得以前的你的情感關係都會覺得說 我們確定彼此的身份以後 然後就持續長保在一起 大家彼此要就是 就是有點像是坦白誠實神等的各種 我們可能認知到的就是情人的關係 可是現在對你而言 你好像認知在情人關係 或是歸屬或是家庭 好像都有一些新的一些想法 我覺得剛剛那個安妮有講到一個是 我們常吵架這件事情 我覺得情人不要怕吵架 我以前會很怕吵架 所以會把不開心的事情都放在心裡面 就覺得說兩個人家關係好 每天要開開心心的 所以負面的東西放在心裡面 你自己消化就好了 但有時候他不會消化 他就是放著 那你們在吵架的時候他就會跑出來 我覺得就是不要怕吵架 但是吵架不要惡言相像 想一些不必要的形容詞 就是你們的吵架要針對問題 來去做解決 不要因為要讓對方引起注意 而講出一些故意傷害他的話 如果你傷害他的話 不是針對這個問題的話 就可以不用講 因為我有很多問題是 覺得可以在節目上問 但我又覺得 我們又剛剛又省去了很多的細節 所以有很多細節 我們又沒辦法問 所以等於說今天這一集呢 就有點落得有點小小的凌亂 就是先跟大家先say sorry 那我們就問一些 比較直接一點的問題好了 因為我們剛剛都有提到說 其實查理的就是 算是我們的前輩 在就是同志的部分 那以同志的角度來看的話 等於說其實你算是 滿早就已經出道了 那你也是 就是一個能屈能伸的 就是猛一幽靈 所以我想說 那你是在什麼時候 就是開始認知到 就是一些同性的性行為 然後你還記得你自己第一次嘗試接觸 是在什麼樣的情境下嗎 這應該比較好回答了吧 就我們回去聊一些 你自己小時候的成長背景的故事 因為我只是對於就是 你自己的認知這件事情 有點好奇 因為你的所有情感關係的建立 都就是都很波蕩嘛 那我就很好奇 那你是怎麼樣去行順 你對於同志伴侶的這個情感認識 我那時候一開始發現自己喜歡男生 是在小學的時候 我們班有一對很可愛的雙胞胎 然後但是我們班上那個是弟弟 哥哥在別的班 然後他就坐在我旁邊 我覺得他好可愛喔 好想要娶他回家 但那時候不知道這是同志這件事情 對後來 後來升上國中之後 我發現他跟別的女生 就走比較近 我就很吃醋 然後就覺得很難過 就跟同學聊天才發現 喔原來這個叫做喜歡男生 叫他們就是 大家講同志啊 同性戀之類的這個東西 那時候才有覺得是 我知道自己是這個身份 可是那時候講同志應該蠻前衛的吧 很潮欸 那時候把這件事情講出來 就大家就會覺得 啊你是gay喔 那是怎麼是怎樣的 對啊 就是大家就會 可是我覺得他國小 國中那個時候應該是 大家會覺得奇怪 可是反彈沒有那麼重 反彈沒有那麼重 我從來就是在 求決階段 甚至是在當兵的時候 都沒有被霸凌過 反而大家都會對我很好 就是在國中的時候 比較還沒有感覺 高中的時候 因為我們班都是男生 嗯 就資訊課 我們班唯一的兩個女生 就是因為長得不怎麼樣 然後被大家欺負 然後就轉到 有女生的班級去 然後後來班上就剩下 不能講剩下我一個女生 不能這樣講 就是啊 後來班上 對 老師就會問說 哇你們班都是男生喔 這樣陽氣很重啊 很陽剛什麼的 然後就大家就說 不會我們有一個女生 很漂亮 反正他們就會指我 之類的這樣 那你們很爽 就是那時候還滿開心的 並且他是用好的形容詞啊 嗯 就是說我班有一個唯一的gay 就是這樣就可能就 我當下可能就沒那麼開心 就他是用漂亮 或是什麼好看形容我這樣子 他用一個就是尊稱的感覺 把他供奉在那裡的feel 對然後當時候那 那本身就是大家都幼稚 然後就會比較那些東西的大小 屌的大小什麼的 他們中午睡醒的時候最明顯 找你當裁判嗎 就是跟我看 那你覺得我跟那個誰的屌比較大 就是偷偷跟我說 我說我又沒看過 那你明天找機會去看一下 就偷偷這樣跟我講 然後我就要跟他 我就要跟他 我就要跟他說 好啦我去看啦 對 或是他們睡醒的時候 就是把那個就是 反正就屌很硬 然後貼在我背後說 那你覺得像上次跟誰誰比較硬 好夢幻啊 好夢幻啊 你的故事一定一堆人不開心 你怎麼這麼幸福 好夢幻喔 我沒有看到全班人生 就是那幾個啦 跟我比較好 那你們現在還有保持聯絡嗎 沒有啊 因為我們沒有聯絡方式啊 天啊 那你回想起來 有沒有覺得這是一段幸福的時間 就是好快樂喔 被一群男人這樣子貼著什麼的 對啊 每天就是整個東西可以看 那你什麼時候出包啊 拍一包啦 你說第一次信息 對對對 在高中的時候 那是誰耶 跟我同班同學 跟我同班同學 你剛剛不是說沒怎樣 對啊怎麼做的怎麼做的 那時候 那時候 國中沒怎麼樣 高中有啊 高中有 在背後一直頂一直頂 那個是高中 那是高中 那是高中 然後就有一個真的頂進去了 那個人是 國中就認識了 我們那時候兩個在打線上遊戲 然後晚著晚著 就是跟我講一些說 怎麼女生很漂亮之類的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不用那麼聊 我不喜歡女生啦 我就沒有跟他聊這些 那我就跟他聊一些同志的東西 我就跟他聊一些同志的東西 我就跟他講一些口交啊 吹啊 會很爽 反正就是這一類的東西 他就突然回我說 我沒有試過耶 對我就覺得好像那個 沒有試過這個點 那個機會點 哈哈哈哈 我就覺得那個機會點來了 所以我就跟他說 那你想試試看嗎 他就回我說好啊 他也沒猶豫 然後就約在我家 然後呢 就 你有安撫他嗎 就是那時候還裝老手 我說 你不用緊張喔 我就等一下 大概是什麼狀況 結果你也是第一次說 我們都也是緊張到不行 哈哈哈哈 然後呢 我也是緊張到不行 而且那是同班同學 你明天上課又會見面 嗯 然後你前一天吃他的表 就覺得很奇怪啊 對 就覺得說好像不能讓他不舒服 不然明天大家相看 就很不OK 會很 會相看良討厭喔 會非常討厭喔 嗯 就是你如果這個關係沒有處理好的話 你後面就會很容易被排擠喔 那時候第一次就只有幫他吹 嗯 那所以還有第二次囉 所以第二次是怎麼樣 後來就 他也滿enjoy的 就定期回鍋這樣子 對 就有定時定量的 呵呵 在幫他做這一次 那是不是有在校園裡面 在校園裡面 就後來有時候還要去你家 好累喔 去廁所好了 沒有他有時候我們在上電腦課的時候 因為電腦課 就是大家自己在寫程式或是做東西啊 然後他就會突然跟我說 要不要去廁所 我現在 可是我在寫這個耶 沒關係啦 反正大家都要一兩個小時 好有好辣 所以我們兩個就坐隔壁啊 嗯 他就會湊過來耳朵跟我說 要不要現在去廁所 那我就去了 哈哈哈哈 好難聽喔 好沒有結束的故事喔 哈哈哈哈 他是你第一個衣靈的人嗎 對 你有準備什麼嗎 有套子嗎 還是你也沒有 口腿摸一摸就進去了 有套子 但是好像有潤滑嗎 我還以為忘記 你有經嗎 有痛嗎 很痛啊 痛到不行耶 痛到就覺得說 幹 是不是要爆炸了 真的很想跟他吵架的那種 不會有一點慢一點嗎 就是經理這樣想 但是嘴巴也沒有這樣講 就是 欸慢一點 啊 因為又在他們家 他們家是上下兩層那種透天 那他們家人在樓上看電視 然後我們在樓下停車庫 就做這件事 好快樂 那他後來是 有繼續聯絡嗎 也沒有繼續聯絡 那他後來有交女朋友嗎 還是你也不知道 後來有交女朋友 那個還是我幫他追的 那你有心碎嗎 還是他交女朋友之後 還是定期回來找你 就沒有 就沒有定期回來找我 我覺得應該就是 查理應該也沒有心碎 他就覺得這是一個 有趣的過程吧 不是那種戀愛 然後自己心愛的人 被搶走的感覺 可能也吃過了 就覺得好像沒有那麼可惜 這個是literary的bromance 對 因為國中沒有 高中的時候有一個 也是別的科系的男生 跟我同年級的 他就會透過他的朋友 然後送飲料 或者是什麼吃的到桌上 但我都不知道這是誰送的 就有一次 那個運動會的時候 我才知道說 原來那個男生 也是圈內的 也是圈內的 一直送你東西 對那是我第一個接觸到的同志 他送了多久 蠻久的耶 持續的就一兩個學期 這麼久 蛤 那這就是我吃了那個什麼 那個男孩 一整年的早餐 他是不是人生都是電影 他又有那個 春光炸戲 又吃那男孩 一整年的早餐 齁 我的兄弟情人 哥們啦齁 齁 好生氣喔 真的好生氣喔 哈哈 那你後面有跟他怎麼樣嗎 後面有跟他怎麼樣嗎 你有就是以身相識嗎 他送你一整學期的早餐耶 或是真的就是上前去認識他 我有主動去跟他打招呼 對他就是一開始他也很害羞 那有人問我要不要去他的家 什麼的 那也是第一次去 同志的家裡 同志的家裡 對 我們還在房間幹嘛 然後他媽開門進來 才能看到 後來我在裝睡 他媽應該是照我來裝睡 還問我說 你那個同學等一下睡醒齁 我看他應該是醒著的 就是小小生 然後我 我 我完全沒有穿衣服 然後躺在他床上 而且不是 有蓋棉被嗎 有蓋棉被 但頭部長是腾肘的那種 是身體靠在牆上 的那種 那種睡姿 這不可能睡著的那種睡姿 然後就眼睛閉氣 那是你當一嗎 我那時候 他在給他吹 那你什麼時候 開始當一號 因為你之前都當零啊 被那個你的高中同學 什麼的 大學的那個時候 他就是長得很可愛 白白淨淨的這樣子 就是那時候會喜歡的類型 對啊 然後不高小芝麻 我那時候以前很迷戀小芝麻 就比我 矮蠻多的那種 一百六又一六五啊那一種 可以被保護的人 對 他就是那種 小芝麻類型的 那你自己當一號的時候 一開始有什麼樣的瓶頸與障礙嗎 因為我覺得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 就是又當一又當零耶 就我覺得這件事情蠻難的耶 我第一次經驗就是很痛啊 我就是覺得說 你到底會不會痛 你跟我說不會 但是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很會痛 但是忍住就說不會 那我就很擔心 他會不會真的很痛 但是他跟我說不會 是因為他不想要讓我 或是當下的氣氛 會不會不好這樣 喔 了解了解 對 因為他說不會是因為 真的不會 想說 要講幾次 可不可以快一點 對 所以我就比較怕那種 對 這種事情 對 所以那時候比較克服的障礙 是這個 但是也是蠻快樂的啊 第一次就有得到快樂 那 因為今天查理來到我們節目嘛 我覺得最後幾個問題 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其實只是因為我自己 最近在看你的 就是IG什麼 大家可能都看到你很顯眼的 就是刺青的部分嘛 那我只是自己很好奇 你對於那兩個刺青 你的心情是如何 就是你為什麼要把它除掉 它是跟你有什麼樣的故事 然後你希望把它給消掉的 我下面那個刺青 就是龍嘛 那我以前就是喜歡童話故事那一種 巨龍都會保護一個寶藏那種感覺 我就那時候 一些跟家裡的關係 然後就覺得說 我要好好保護自己 我就把自己當成那個寶藏 那個龍就是那來保護我的 對 守護我的手 有點像木蘭的那種感覺對不對 守護我的龍 對 巨龍的那一種感覺 它保護的是我的身體 那上面這個的話 它是一個佛教的圖案 是虛空上菩薩 反正是我那個生肖的守護神 它是保護我的心靈 所以一個就是保護我的身體 為什麼要除掉啊 但我現在是基督徒啊 所以 所以那個 上位那個符號 就我就覺得 因為我那時候刺它 它不僅僅只是一個符號 它是有意義 它是有信仰在裡面 對對對 所以我現在就覺得說 應該就是 我自己可以保護自己了 那它就可以退役了 就想說把它除掉 那既然弄了一個 那我就兩個一起都弄掉 可是我覺得龍很值得留下來 龍很特殊欸 它是你很iconic的一個代表 就是我剛剛那個心情啊 我現在可以保護我自己了 那就是謝謝他們 這陣子的陪伴 有這個體悟 好 今天謝謝查理 來我們節目上 分享這些有的沒的 就是其實我們只是 前面聊了一些 我也沒有預料到 後面會變這樣子啦 講真的 因為我們前面原本是 後面這樣子是怎樣 我覺得很好啊 就是覺得 滿有趣的收尾 對因為原本其實要跟他聊的是恐怖情人的關係 還有他來到台灣的一些something 應該說我覺得查理的個性就是 他不太會真的是哪些人會覺得說變成壞人或怎麼樣 他都會應該都會很珍惜自己遇過的人事物 然後去珍惜自己做的選擇啦 反正因為他都會覺得說這是他自己選的 所以不太會後悔 會覺得說對方對自己很壞或怎麼樣 雖然他經歷的很多看起來是稍微有一些衝擊的一些 一些人事物 但我覺得他都用一個很天真爛漫的性格 把他給帶過 然後過上自己真的想要的生活 那現在在台北做健身教練這件事情 我覺得最後可以跟我們分享這件事情就是 你自己對於健身教練 或你對於你自己的生活有什麼樣的期待 或是Maybe你可能在一些可能十年後 你自己會有什麼樣的願景 然後是你希望跟大家分享 我也有一種您好像終於逮到機會可以 沒有沒有 但我是真的好奇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會有一個就是年紀上的壓力 就可能覺得說 OK我30歲好像要完成什麼事情 我40歲要完成什麼事情 的一個時間性的一種 然後就像我們最近看到很多人在討論說 要不要買房子買車子啊等等的 這種東西變成一個大家好像在talking的issue 那我就很好奇你自己的人生生涯規劃等等的 因為我覺得你的生活除了健身以外 你好像沒有特別去規劃說你想要做些什麼事情的感覺 對我來說是買房買車那些都是 沒有在我的人生清單裡面 或是結婚生小孩 因為我也不會結婚生小孩 那我覺得就是現在我的目標就是 開心的過好每一天 然後你要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不管是看書聽歌或是你耍廢打一天的傳說也好 我今天就是要放輕鬆 然後做些什麼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對然後不要太去迎合別人 我自己就是很不迎合別人的人 不喜歡啦 現在感覺得出來 如果我迎合你 你在我心裡我覺得你很重要 那我就會去問你的意見或者是什麼東西 對啊 那我真的是一個蠻我心我素的人 嗯 今天邀請到茶雅就是希望跟大家分享到 就是我們的健身之路 他的成長背景跟他的性格 最重要的是你在找健身教練的時候 要找到一個就是跟你個性match的 可以打鬧可以玩耍的 然後可以在結束健身之後還能keep in touch 那之後你們在健身的協調上 也會比較順遂一點點 因為健身這件事情 真的不是你三個月練完這一波就沒了 一定是可能還要再去規劃 可能下半年整個行程安排等等的 所以今天帶大家認識查理 那如果有就是大家有想要去找他健身的話 歡迎就是直接私訊他的Instagram CHARLY1005LI就可以找到他了 或是應該在WARGIN的哪間店找到你 長春店 長春店 對可以去說你要找查理 就可以獲得一個一對一的諮詢 會有更完整的整個健身的課程 去告訴你你做什麼樣的準備與調整 會更適合你 因為對症下降的話 找到對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那今天節目到為生了 請大家記得準時收聽我們的 甲板日誌的Podcast跟廣播 每週二跟五的晚上八點 更新最新一集我們的IG 給MD跟安迪的 WSJ0309 我個人的是FONG199517 請大家記得幫我們多多追蹤按讚 關注我們囉 就這樣知道掰掰 掰掰 這段本來想要下節目的時候跟你說 後來因為我們時間有點趕 所以就現在才傳給你 那我想要講的就是 其實這三個月以來呢 對於在你健身上面呢 我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建立了你運動的習慣 因為一開始你本來很抗拒 到現在你可以自己自主的 在你有空的時候去重訓或者是有養 甚至是有時候兩個都做 雖然你都會告訴我說你很累 但是你都還會做 我就很開心 那這條路呢 可能有點辛苦有點長 那你放心 我會一直陪著你 達到你的目標的 加油 加油 夾板日誌 帶你認識同志的大小是